正常货币的信用来自于发行国的军队、黄金以及每年产出的各种社会物资,但比特币不一样。 比特币啥都没有,信用背书方面连QQB都不如,但和QQB最大的区别在于比特币可以去中心化,也就是规避各国央行的监管。 当年中本聪发明比特币的时候是这样介绍的,比特币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体系,这种体系可以让人们在不受任何政府或金融机构控制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换句话说,比特币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这东西的交易是法外之地,其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再也不受任何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监管。 但如今美国站出来说话了,比特币不是法外之地。 10月7日,巴以再次爆发冲突,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击。 10月10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宣布已经冻结了巴勒斯坦方面的一系列加密账户,并将账户内的加密货币和资金转交给以色列国库。 加密账号里的加密货币直接给全没收了,你们就这么加密的。 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虚拟货币,号称可以去中心化,号称可以规避政府和央行,在一开始的几年里是可以做到的,那只是因为规模太小,还没有政府开始重视。 但如今的比特币既不中心化,也无法规避监管。 首先追踪虚拟货币的流向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区块链货币的每笔交易都会公开记录在分布式账本上,所有交易都是可追溯的,可以轻松查阅每个交易的详细信息,且任何人无权篡改,这个叫区块链的不可修改性。 现金的交易不可以追溯,但比特币可以,在规避监管方面,现金的能力远远强于比特币。 比特币之所以当初号称可以规避监管,是因为钱包地址的持有人是匿名的,谁知道密钥谁就是这块币的主人,但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面对成千上万的币交易来交易去,虽然你可以轻松追溯所有币的去向,但你压根不知道是谁交易给了谁,追溯交易记录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我们可以轻易地通过交易记录来锁定某些比特币,把这些比特币彻底冻结。 比特币曾经是黑客最喜欢的支付方式,因为比特币不可追溯且匿名,但那都是过去式了,当国家级别的力量重视起来之后,所谓的不可追溯就是个笑话。 2021年,美国科洛尼尔输油管道公司被黑客勒索75枚比特币,黑客拿到比特币后立即进行了混币操作,连续进行了5次,把这75枚比特币混杂在成千上万枚比特币的普通交易中,然后又流向了十几万个新地址。 理论上来说万无一失,但一切都在技术部门的监控之中,这75枚比特币已经被锁定,你哪怕交易一万次都逃离不了锁定。 在互联网时代,一个每次交易都会详细记账且无法修改的东西,监控软件追溯起来简直不要太简单。 这些币都成了黑币,然后被美国警方通知给了交易所,虽然密钥依然只有黑客知道,但这些黑币只要进入交易所就会被立刻冻结没收。 凭此手段,美国警方在两个月内追回了63.7枚比特币赎金,剩下的那部分黑客拿着也永远无法变现,只要路头就会被锁定没收。 黑客倒闭的链上地址都是无法套现的,会被永久定位,冲到任意一家交易所都会被冻结,傻乎乎去提现导致被抓的黑客也有很多,不知情普通人交易了黑币被抓被冻结,然后顺藤摸瓜找出黑客的案例也很多,所以这两年你已经见不到黑客要求比特币赎金的新闻了。 换句话说,现行的技术手段已经达到了,只要我明确知道哪些比特币地址是非法的,哪怕我不知道钱包密钥也可以直接锁定没收。 那不让监管部门知道哪些比特币是有问题的不就行了,黑客勒索的比特币是链上地址已知的,但那是被勒索的公司主动提供给警方的黑帮的地下交易,警方是不知情的,混在上万的普通人交易中也可以规避监管啊。 是的,确实如此,但单纯的交易比特币没有用啊,因为你在现实世界买东西还是要换成美元或者人民币,所有试图直接在线下用比特币买牛奶的行动都昙花一现,因为货币的本源信用是国家军队。 如果你想把手里的比特币换成现金,那你就需要交易所,没有了交易所这个媒介,想把比特币换成现金太难太难。 交易所要打给你现金,就需要你的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不然怎么打给你钱呢? 你一旦给交易所提交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那你就不再是匿名状态了,你持有的比特币会被一并察觉。 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所就等同于是银行,所谓比特币不过是和刚才水泥差不多的普通货品。 你持有一袋水泥到处找人交换,也是匿名的,没人知道这袋水泥曾经换过多少次手,连个交易记录都不留,隐私性远远超过比特币。 但只要你打算换成现金提现到银行卡,那你就不可能匿名,交易所只要愿意还可以顺便查查你手里的比特币都是从哪些渠道交易来的,反正账单上都写得一清二楚。 这次哈马斯的比特币被以色列没收,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交易所很容易就查出来哪些账号实际上是归属于哈马斯所有。 美国银行用哪些手段来锁定账户,虚拟币交易所就可以用哪些手段来锁定账户,原理是一致的。 锁定哈马斯的账号后,就可以直接冻结没收哈马斯账号里的加密虚拟货币,然后转送给以色列国库。 这东西只是交易所愿不愿意的问题,不存在技术难度,你无法通过美国的银行转账交易,就不可能通过虚拟币交易所来转账交易,因为你最终的资金流向还是银行账户。 那交易所为什么要帮以色列呢?交易所也去中心化不就行了?一个超然物外完全独立自由的交易所,压根不搭理各国央行和警方,那你不就没办法监控了吗? 你觉得这可能吗?如果这可行,那直接开一家超然物外完全独立自由的银行不就完事了? 何必用比特币转移到手这么麻烦呢?想怎么洗钱就怎么洗钱,想怎么交易黑金就怎么交易黑金,警察赶来管就让他滚蛋。 但没有超然物外的强大军队,你就不可能有那种绝对的独立自由,一个骗区民警走完法律流程后,就能让你这个独立自由的银行直接关闭。 中国已经取缔了所有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所以目前全球所有的虚拟币交易所都在美元体系下, 全球最大的几家交易平台注册地分别是韩国、日本以及美国。 韩日是美国殖民地,所以你可以认为交易所全部开设在美国。 币安交易所把注册地迁到了马尔塔,但那又怎样,还是在美国的监管之下。 美国一声令下,交易所办事比警方都快,美国币安发言人就最新的哈马斯账户冻结事件告诉《华尔街日报》, 也说得很清楚,规则由强者制定,在国际公约面前,币安只是渣渣。 但如果美国的监管层让封谁交易所就封谁,那这个虚拟货币到底有啥用? 我直接买美元存入美国银行不就完事了,反正也是美国让封谁就封谁,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只要不和交易所有任何接触就没事,那我换成现金拿在手里不更安全,现金交易才是彻底的不留痕。 现金还能一点点花掉,比特币不能,当年黑金们选比特币不就是因为这东西大额交易起来比现金容易吗? 加密货币啊,核心卖点就是绝对的隐私和安全,而不是说监管层可以随时把属于你的前加密。 币安这次的冻结事件,实质上是参与了政治事件,是向美国彻底的低头和服从,目的是换取美国的谅解和庇护,但彻底损害了加密货币的独立自由,彻底损害了加密货币唯一的信用背书。 如果不能去中心化脱离监管,不能保护持有人的财产,那比特币连一串数字垃圾都不如。 翻译翻译,什么叫去中心化,什么叫匿名,什么叫不可更改,哈马斯的加密货币是怎么到以色列国库里去的? 加密货币绝对安全的谎言,被以色列直接刺破。 冻结哈马斯的加密币不可怕,可怕的是美国警方一声令下交易所就乖乖执行指令这件事。 如果交易所如此配合美国监管层,不听话就要被取缔,事实上成为了和银行一模一样的场所,那比特币这些虚拟加密币到底又有何意义呢? 如果反美的比特币会被统统没收,只有不反美的比特币才能存在。 那还不如直接拿美元存入美国银行算了,何必多此一举? 所谓的去中心化,所谓的能让人们不受任何政府或金融机构的控制,不是骗局是什么? 主页右上角,设置加星标,可确保收到新文章提示。 本期的东方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感谢您的观看,欢迎点赞,订阅和转发。